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工作给我带来了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 也对我的三观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我一直认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都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体面而且收入不错的工作 但是从事的行业越来越久 我发现了行业一个小秘密 一些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商户 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 开始对产品动手脚 以刺充好 从那个时候发现 我不能很自然地跟别人分享产品 也间接影响了我的收入 很多个夜晚我曾经问过我自己 我到底要不要从事导游这份事业 但是基于我没有别的技能 也没有什么好的学历 只能早晨起来继续生活的维持 正英的那句古话 晚上想了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我的内心也备受谴责 就在这个时候 我通过一位姐姐接触到爱多美 这是我到韩国认识不到两年的姐姐 刚开始跟我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我心想 既然没有什么费用 很爽快地加了会员 全当给这个姐姐一个面子 但是事业呢 没有过多了解 因为我觉得 她是通过不断地跟朋友和亲戚 这双产品来挣钱 感觉是在挣他们的钱一样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位姐姐整整邀约了我 持续不断地一年的时间 在我实在没有办法 如何去拒绝她的前提下 我就到了爱多美的研讨会 了解爱多美 到了研讨会 了解爱多美之后 才发现 这不仅不是挣亲亲朋友的钱 而且是让他们省钱 而且我觉得 这是当今时代 比较新型的商业模式 我就认真开始考察爱多美 特别是 我们董事长说过的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说 当没有希望的时候 唯一的希望 就是去拥有希望 这不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吗 于是我认真考察爱多美 我觉得这份事业 我一定要抓住她 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抓住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能遇到这样的机会 我认定 这就是我现在最好的决定 也觉得 这是我改变现状最好的希望 目前我只是资深英雄经理 那我今年的目标 就是营销总监 甚至是高级营销总监 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呢 因为在经营爱多美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方法 只要合理地运营到经营当中 我一定会成功 那么在爱多美里想成功的话 首先你就要有确信 当今这个社会 相信不仅是一种品质 它也是一种能力 那对什么有确信呢 第一就是要对公司有确信 我相信爱多美的家人们 对爱多美有一定的了解 也觉得这个事业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各位走出会场 到现实生活当中 跟他人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你就会惊奇地发现 你在研讨会上听到的东西 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就是两个味道 好像是在分享另一个事业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 把爱多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的话 如何让他们用我们的产品 或者是跟我们做爱多美试验呢 刚开始了解爱多美的家人们 分享爱多美之前 最好是先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十次以上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拆工 你在跟别人分享爱多美之前 先把爱多美了解清楚 然后再去分享 不仅不耽误时间 反而效率还会更高一些 第二就是对于产品有确信 对产品确信很简单 这是自己认可爱多美的产品 董事长说过 如果你对爱多美的产品的品质 满意 对价格也比较满意的话 你再考虑 是否从事爱多美这份事业 而且在爱多美里 分享产品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把你自己用好的产品 分享给身边的人 就可以了 正所谓 己所不欲 务事于人 你自己都没有我的产品 你怎么能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呢 那么爱多美里所有的成功者 都是爱多美忠实的爱粉 那我们想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是不是也要成为爱多美的爱粉呢 第三就是相信自己在爱多美里 一定会成功 我刚开始跟别人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由于不能很好的 很合理的跟身边的人分享爱多美 遭受过很多拒绝 你曾经怀疑过自己 自己在爱多美里 到底能不能成功 明明是公司没问题 产品没问题 系统没问题 我为什么不行呢 你曾经怀疑过自己 那我是走不去克服的呢 就是看董事长的视频 当初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 我就是看到董事长的视频坚持下来的 也曾经很多次 一边看董事长的视频 一边流泪 一边给自己打气 心想 虽然是视频 但是董事长 像亲自对我说话一样 第二天打起精神 继续努力 董事长的视频 我已经看过数百遍 如果董事长的视频 还没有看过一百遍的话 你就不要说自己不行 有可能就是你对自己的潜力 认知还不够 对公司产品有了催心之后 就要下定决心 也就是对自己做出承诺 不是让你承诺 一定会在爱德美成功 也不是让你承诺 在爱德美你一定会坚持下去 而是让你承诺 成为以下三种人 第一 成为积极的人 积极的人像太阳 走到哪里 哪里亮 消极的人像月亮 初一十五 不一样 其实做爱德美视野 不也是一样吗 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你就会抓住机会 解决问题 实现目标 你处于一个消极的状态 你有可能就会 抓住问题 放弃机会 最终丧失目标 那么想在爱德美你成功的话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 你就是你要成为的那个人 你就是你决定成为的那个人 第二 要成为 有主导能力的人 我刚开始做事业的时候 就会遭受很多身边人的质疑 我不只一次怀疑自己 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特别是家里的不支持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每次我完成工作 回家 我的哥哥就会问我 挣了多少钱 什么时候可以挣钱 等到我哑口无淹的问题 让我心里非常的难受 内心也无比的挣扎 我心想这样可不行 总是这样质问我 我早晚都要疯掉 后来我的哥哥 载问我的时候 我就笑着对他说 哥你不要着急 我现在事业发展得非常的好 你载过三年 我成功之后 我给你买一台 你最喜欢的运营车 我第一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用特别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没有说话 转头就走了 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 就露出了微笑 现在已经信为真了 而且我也把这个梦想 写入了我的人生剧本当中 2024年5月份 我要给我哥哥 买一台黑色Jip 木马人卫眼车 价值50万人民币 我发现 我对生活和周边的人 主动出击 开始自己来主导自己思想 很多事情 就会朝着我所预想的方向 去发展 所以自己来主导自己的想法 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 就是要成为懂得付出的人 在爱多美里 付出和回报 它是成正比的 同样 你不付出 想在爱多美成功 是非常难的 正所谓 有舍有得 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因为我知道 想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就要不断地去见人 分享爱多美 于是我 放弃了自己个人的爱好 也收起了爱玩的心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爱多美 就是因为 当初的付出和割舍 我现在参与了一批 非常优秀的伙伴 同时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 可持续的收入 如果当初没有下这么大的决心 我也不会有 现在以及未来拥有的一切 我们想有所改变 却一成不变 一边想改变现状 一边想维持现状 那么未来 怎么可能发生变化呢 我知道改变自己 打破现状 会让我们的生活 比较难过 比较急剧 但是未来 可欺压各位 那么想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我们就要改变自己 打破现状 当我们下定决心之后 就会认真从事爱多美这份事业 可能也有很多人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方法 爱多美里面 有属于爱多美的 自己的成功系统 那请问各位爱多美的家人们 如果各位想成功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多接触 已经成功的人 多跟他们学习呢 那么在爱多美里面 成功的人哪里最多 就是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会把自己成功的经验 无条件地分享给我们 只要我们把身边的朋友 带到成功的系统里面 就可以了 很多做事业遇到难处的时候 就会找旁人来验证 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这有没有错呢 没有错 但是你要询问 你要询问 已经在爱多美里成功的人 这样你才能寻找答案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一律研讨会当中 会有很多已经成功的人 他们会把自己的经验 无条件地跟我们去分享 刚开始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分享爱多美 是有勇气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 跟我的朋友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非常紧张 手心手背 全都是汗 四个小时对话的时间里 我的脑海里不但在想 什么时候切入爱多美的话题 特别害怕 我分享完之后 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后来参加了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参加研讨会 听了很多成功者的分享之后 我才发现 已经成功的人 他们也跟我一样 遇到过同样的困难 也是像我这样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成功者的话 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让我变得越来越有信心 也越来越敢做敢当了 当然 只要你带着伙伴参加成功系统 即使你不会说 系统会替我们说 董事长说过 只要持续不但地坚持了参加成功系统 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从开始到现在 爱多美的成功学院 一日宿舍会 一日宿舍会 一次都没有落下 刚开始可能是自己 但是 随着你越来越坚持 跟着你的伙伴 来参加系统的人 变多了 你自然而然 也就成功了 如果连续12个月 坚持参加成功学院 我敢保证 爱多美的成功大门 已经向你打开了 最后 想在爱多美成功的话 就要富有责任性地坚持下去 爱多美做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的背后 有你爱多美的伙伴 有爱多美的家人 也有爱多美的公司 我们所背负的 往小了说是伙伴们的梦想 往大了说是爱多美的历史 为了这些 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相信 爱多美回馈给我们的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最后 祝爱多美的家人们 通过我们的坚持 在爱多美成为 真正的人生赢家 谢谢